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的內閣團隊 剛剛我看包括連國民黨的委員 其實今天一整天下來國民黨的委員 對於張院長你所領導的內閣團隊 都有相當多的意見 你上任到現在多久 我是二月份接任了 所以應該是一年又七個月 一年七個月已經換掉十九個部會首長了 我特別跟這個我們議事組 拿了這一張請假單 我請問你喔 楊秋新政委跟撿太郎政委 現在到底他們的身份是什麼 楊秋新先生 沒什麼請假欸 他的但是他的公差超過六十三天 他的公差超過六十三天 公差跟請試駕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你知道嗎 江院長 他就是一般我們所講的出差 比方說到中南部去執行他的督導業務 到中南部去執行他的督導業務對不對 因為楊政委是我們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主任 我知道他是南服中心的主任 院長我再給你看一下 我只是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楊秋新先生啊 很多時間是沒有請假 多數的時間告訴你他是出公差 但是我只隨便 我現在整理這個只有五項啊 是他沒有請假 或者是跟公差的事有不符的行程啊 比如說 在六月十六號那一天 他有出公差 他說奉院長指派到納馬夏區公所 去參加所謂的啟用典禮 但是實際上呢 他跑去哪裡 他跑去奇津天后宮 參加某電視台的節目錄影 又比如說 六月二十號 他說他要陪同署長 視察環保署阿公電吸的水質改善工程 結果他去哪裡 他去古山內圍市場問候鄉親啊 院長 你覺得這合理嗎 向委員報告 就我們 還不只這樣喔 其實我掌握到的資料 大概有三頁這麼多喔 大概有十幾二十個喔 完全沒請假喔 而且是利用上班時間 要嘛就是利用上班時間呢 去出席他總部成立的茶會 總部成立的大會 或者是利用上班時間呢 到市場去拜票 或者是利用上班時間呢 去參加所謂的這些造勢大會啦 或者是議員的總部成立大會啦 這些完全都是沒有請假的喔 你覺得這合理嗎 是 向委員報告 很感謝剛剛委員提供的這一些訊息 我會進一步去了解 那當然 因為委員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 不管是他們本人 或他們即將未來的競爭對手 其實有的是公務在身喔 同樣是民選首長或者是 呃這個 立法委員 那麼我想也許 我們台灣社會在這一方面的 這個規範 不像對事務官 呃那麼樣的嚴格 院長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回答啦 不管他的競爭對手是誰 他的競爭對手如果是民選的 那當然跟政務官的規範是不太一樣的 你當一個政務官 你本來就應該要有政治擔當 楊秋新請了63.7天的公差 這63.7天不只去進行選舉的工作 甚至還可以跟行政院支領差旅費 你知道嗎 我剛講說這一些我們都會了解 因為有時候如果說他上午的行程 延續到下午的話 那麼看其中有多少是屬於公務行程 有多少是屬於剛剛委員說 我舉過去的幾個實例給你聽 過去包括這個林佳龍 在2005年他準備要參選台中市市長 當時他時任新聞局的局長 他在三月也還沒有得到民進黨的提名 他三月就辭去了新聞局局長的職務 羅文嘉當時擔任行政院課委會的主委 他也準備參選當時的台北縣縣長 也還沒有得到民進黨的提名 他也在三月份就辭去了課委會主委的職務 講民進黨好像你覺得都是你那是你們民進黨自己內部規定 我跟你講講國民黨吧 你們的前行政院副院長叫做朱立倫 朱立倫五月十九號正式獲得國民黨的提名之後 五月二十號就立刻辭去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 這些人已經被提名好幾個月了 從二月份一直到現在還死皮賴臉 知道本席在掉資料了 本席前幾天開始跟你們掉資料了 你們開始察覺應該會被我踢爆 所以立刻快刀斬亂麻 叫這兩個政務委員自己立刻辭職下來 他們提名應該是最近這一兩個月的事情 他們提名當然不是最近這一兩個月的事情啊 他們的提名其實早在二月份就已經受到提名了 是不是